炸果是台湾最接地气的经典炸物 台中清水这间开了超过60年的炸果店 招牌就是这一道蚵炸 外皮炸到金黄酥脆 里头的蚵仔是大蚵又饱满 还塞了满满韭菜 咬下后发出咔嚓咔嚓声 勾人食欲 而里头的鲜蚵扑子在嘴中爆开 韭菜的心腔味更是提升了蚵仔的鲜味 吃来很爽脆 而这一道金黄咸果也很特别 是用米浆和芋头做的 外皮薄脆 口感绵密 还能尝到淡淡的芋香和米香 斩点特制辣酱吃相当对味 那你要吃什么口味 花枝 花枝 那两个花枝 两个花枝 对 然后两个蚵桂 两个蚵仔 对 两个蚵仔 油锅里金黄色的炸果搅动翻腾 不断飘出米人香气 把清水街周围人气给聚了 清水几乎在地人都会知道的 也一定会必吃的 价位的话都还蛮平价的 就是因为一块蛮大块 分量也很足够 扁平汤勺上抹上一层薄薄的米浆 放上菜料 蚵仔或鲜肉 再用米浆封包 入锅炸倒酥脆 这同版价的炸物小吃 台中清水人一吃就是好几十年 我们是从小就是以前爸爸带我们来吃 然后现在我们带小朋友来吃 对 然后一代延续一代这样子 那个东西就是白吃不腻 就是对 就是因为很新鲜 白荣杰挑选磕磕温温饱满的蚵仔 清洗三次 仔细去掉杂质 接着处理韭菜 用的都是在地的新鲜货 这是我们清水的古代 它每天都很漂亮 清水很饱满 没有溜又没有 细滑如丝的米浆 裹了韭菜鲜壳满满内馅 放进油锅 把所有烤料 统统包进金黄炸衣里 刚起锅热腾腾的磕炸 腰下后能尝到蚵仔的软滑鲜美 韭菜浓郁中带点微微呛辣 外酥里嫩 蘸点酱要吃最对味 炸的部分它其实还蛮大磕的 对 它额炸的部分是搭配我们的韭菜 韭菜它就是搭配海鲜的部分都会比较鲜甜 对 它们就是属于这种的 表面都炸得蛮金黄 属翠的 做招牌的肉炸 白容杰选用带点精度 丢脂少的甲心肉 口感柔嫩 做内馅最合适 用油葱酥酥的体味加进的青葱脚白蒜也特别挑选过 这鲜是我们台湾的台湾的鲜 因为它台湾的鲜很香 人们在说那种美人腿 对吗 这种鲜的鲜很漂亮 吃起来很香脆 口感很好 双手搅拌把食材美味融合在一块 本浆作为外衣 油炸过后更酥脆 炸得酥酥香香的肉炸 腰下发出咔嚓咔嚓声 里头内馅扎实带点嚼劲 还带了满满葱味 单吃就很够味 我个人还蛮喜欢它们的肉炸 对 因为我觉得搭配它们的酱油 而且它们会有菜桃柜 或者它们会随着季节性会做变化 对 有时候是菜桃啊 或者是搭配搅肉 或者是搅白薯之类等等的 对 就是提升它的甜味 口感这样子 深受在地人喜爱的炸果店 当年靠着白荣杰父亲 推着摊车沿街叫卖起家 白荣杰退伍后结下棒子 卖起家传的炸果 没想到这一做就做了三十多年 在一家公园里面 心里面不开 开心 然后年轻的时候 可能是大老婆 是大人的特殊 他这么多吃 以前嘴巴是做 剪刀啦 米糕啦 白荣杰 蜜蜜蜜蜜 然后年轻的时候 他自己那种 自己那种 研发复杂的那种 灰蜜啦 还有蜜蜜 加传手座位还有闲货 白荣杰不用常见的蜜蜜 而是用芋头入线 比较热 芋头有的 芋头有的那种 就没有这个估计 所以我因为 参加蜜蜜蜜 所以我就会 给那种蜜蜜 蜜蜜蜜 大甲芋头 質地细致 将其更足 削皮头丝垢 跟头味料 再来米浆 搅拌一块 直到成浓虫状 再用模具塑形 这个过程就是浮化 浮化 浮化它这样 稠稠 不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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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就滲出来了 米浆净蒸香蒸到熟透 手工切成一块一块 煤果粉 直接入锅油炸 表皮维酥的炸咸果 吃来口感免疫 能尝到淡淡欲香 站点特制辣酱一起吃 咸香中带点鬼辣很过瘾 它就是用芋头糕做的 就跟一般的港贵不一样 那个 吃下去会比较绵密滑嫩 舍不得爸爸太过老累 第三代的白中间 一肩扛起所有的粗重活 他把蒸熟的糯米饭 趁热拌入适量沙口和油 做的这道料理 是店里回忆到甜点 甜蜜糕 就是从阿公那时候串下来 他们说以前有时候 喜宴的时候 人家会吃那个糯米糕点粉 就做一个脸盆这样子 然后就大概成长一点 生下来 看似做法简单的古早味 要做的好吃 里头暗藏玄机 注意就是那个糯米熟成的程度 有的糯米会比较水 会很火 所以就要去悬 然后没水没水也会差一点点 做的时候 看在过程那吸收水分都还是少 那不够的话 它就会太粒 就会飞飞 洗水 如果太多的话就会很苦 就是没有那个米粒感 糯米搅拌到粘稠后 倒进模具塑形 用锅铲把里头的空气拍打出来 让它里面的那个空气更小 然后柴米才吃起来 会比较舒坦 不会那么松散 经过滚滚热油洗礼后的甜蜜糕 披上薄薄金色大衣 光看旧口诱人 吃来软Q扎实不会太粘腻 蘸点酱油高吃 滋味咸咸甜甜和刷脆 它是糯米做的啦 然后吃下去也是会有饱足感 然后外皮就脆脆的这样子 然后就是很像那个 一个脆皮包饭这样子 还蛮好吃的 我希望每个人家都会继续 跟他烹饭这样 平时要顾住 你自己吃的肉 你吃 这么多人家吃 你自己吃的肉 都不容易这样做 简单不是味道理 加进三代人的用心 希望客人吃进嘴里鸿食 也能唤醒年轻岁月时 那美好的舌尖记忆 欢迎回到非凡大探索 台北市松山路上 这间活虾料理餐厅 是虾料理专家 不只有绍兴活醉虾 胡椒虾等经典料理 还有虾黄包 龙虾三明治等创新的口味 主厨使用Q弹鲜甜的白虾 制作成醉虾 将多种中腰材混合自制秘方 淋在虾身 再用三碗酒浸泡冷藏 冰凉口感吃来超级过瘾 而创意的虾黄包 则以鸭蛋酱为基底 搭配法国面包和大白虾 吃来咸香最适对味 这一条就是很多热炒店领利的商家当中 这家算是比较精致 而且有许多变化 尤其是这几年店家又退出了无菜单料理 让我们更是觉得有那种期待跟惊喜的感觉 常朋友都会来这边选择聚餐 老板度量很大 他每次都是这样满满一大锅 料很丰富 然后他煮的都很道地的台湾味 与亲朋好友同享美食 最适合到热闹滚滚的国家餐厅 这间距离台北捷运永春站 步行不到十分钟路程的海鲜餐馆 让许多爱吃海鲜的老饕都足利推荐 捞起一尾尾活跳跳的大白虾 擅长各式海鲜料理的第二代老板兼主厨徐永富 用他们就能创造出一道道活虾的百变料理 第一道就是老板父亲传给他的拿手好菜绍兴活醉虾 先将大尾活虾入锅穿烫 烫熟后马上急速冰镇 才能保有虾肉Q弹口感 处理好虾子老板的独门秘方就来咯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欢迎看 请Button Uli